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氣象主播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網頁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或同學 你今天可能要應用的主要是以網頁為主 OBS已經內建一個流氧器 已經內建一個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個地方 您剛剛進到我們這個裡面 就在這個訊息這裡 你卷到最下面,跳到最下面 有沒有發現有個氣象 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在一般電視上有看過吧 電視上有一些電視台 他用這一種的 那因為他這個網站是屬於你可以免費使用的 所以他們沒有版權的問題 那這個呢 我們就從這邊 他的網址在這裡,Windy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看到 Windy的這個網站 我把它點開 好,那麼點開之後呢 如果你要特別找到我們所在地的 你可以直接打網址進去 不是,打你的地點進去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們找台南 好,台南試好了 好,台南也可以 這樣 有沒有他就自動進到這邊來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的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就是說你先找到你要的地點 那我就把這個網址 因為他把那個資訊寧丟在裡面 好,那個把它複製起來 這樣這樣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OBS裡面已經有內建 什麼? 已經有內建 瀏覽器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好,我就再增加一個場景 這個我一樣把它收起來 那我這邊跟老師 或跟同學提醒一下 如果你只有一台網路攝影機 可是我是不要多個場景 你可以這樣子 就進到網路攝影機點兩下 我的視訊覺醒裝置點兩下 你就告訴他 不顯示的時候停用 這樣子 你在別的場景裡面 就可以再用那台攝影機 你不用把它刪掉 不用把它刪掉 不然你就卡住了 所以我這邊睡好確定 我只要眼睛關起來 我再增加一個場景 這樣 待會呢 你的攝影機就可以在這裡用 那麼 它裡面的瀏覽器在哪邊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用拖曳的喔 你要用加的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瀏覽器 就跟平常大家用瀏覽器一樣 只不過在OPS裡面用而已 好,我點下去 它就問你 這個瀏覽器要叫什麼名字 隨便 好,你可以用它預設的名稱也沒關係 好,確定 接著我們剛剛複製的網址 就是要貼在這邊 把它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然後你告訴它我要的大小多大 我們一般大部分會用到1920x1080 好,一般1920x1080 好了,我就按一下確定就OK囉 你就會發現 我們剛剛的有沒有畫面就進來了 對不對 對,你網頁上的畫面就進來了 好,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再把我的視訊 視訊解取裝置 我再把它抓進來 好,再把它抓進來 記得喔 記得喔,如果你剛剛有 原本那個場景有用 一定要把這個勾起來喔 這樣你把它的那個眼睛關掉的時候 你在別的場景才可以用 好,現在呢 好,確定 一樣的我進來了 對不對 你一樣可以用去背的方式喔 按右鍵也可以 濾鏡 好,找到 都跟剛剛相同 好 射度鍵 在這裡 我就調整一下 達到最佳狀態 好,這個再回來一點 OK 我來 好,一個原則 就盡量讓它不要有那個閃爍 你剛剛很多同學都有看到那個情形 就會有點閃爍 好,那這邊我再按住ALT囉 再裁切一下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做的 一直在做複習嗎 對不對 好,這裡這裡 好 再切一下 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就OK了 所以 這樣子 就可以介紹了 但是 有一個小問題喔 如果你要操作網頁內容怎麼辦 因為我講解不肯永遠都停在這裡啊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一個功能啊 你如果回到原本這網頁操作 請問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 你現在網頁不是這一個 就在OBS裡面的網頁不是這一個 好,不是這個瀏覽器 所以我進到裡面之後呢 您看一下 在這邊 您只要在這個瀏覽器這個圖層 按滑鼠的右邊 您會發現它有一個功能叫做互動 就是這個 互動 有找到嗎 好,就是按下去 這個時候它會跳一個小的視窗出來 那這個小的視窗呢 其實就是 真正可以跟它做操控的 所以我今天要下來一點 有沒有 我的網頁是不是就下來了 等於說 您透過這個小視窗 在操作 我們 OBS裡面那個瀏覽器的內容 這樣您了解了嗎 好,所以它像這樣子就真正的 是在 看網頁 這比較特別 好,我們其他 什麼視訊的啊 或者是那個 圖片啊 沒有互動 只有瀏覽器 有這個互動的功能 有這個互動功能 所以當我這樣 開始錄製的時候 這個時候 可能它就幫我把這個 過程把它錄製下來 好,這裡有點 OK 這樣就沒有互防了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 那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 有一個小小的限制是什麼 就是你的動作不要太快 畢竟我們是用軟體 去做原本硬體該做的事 所以當我動得很快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我現在這個背景 你可能比較不清楚 我把眼睛稍微關掉一下 我在這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點綠綠的 動作很快的時候 就有點看到綠綠的 因為它是軟體嘛 所以你動得太快的時候 它會來不及去背 所以如果你這樣動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 稍微留意一下 溫柔一點 優雅一點 就比較OK 那像這樣子 我就把它錄下來 那麼錄下來之後呢 你把它停止 我們可以看到 錄下來 預設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地方 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有一個叫影片 所以你左上角 檔案這邊 有一個叫顯示錄影 你按下去就會看到它了 有沒有一個檔案在這裡 那它預設的這個影片格式呢 是MKV 就是KTV的那一種 可是呢 一般大部分電腦 除非你有裝所謂的那個播放軟體 不然的話 應該這個格式 你可能會沒辦法播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因為OPS 有內建轉檔程式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轉 一樣在左上角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重新封裝 您可以全部錄完了之後 再一次來P式的 幫你轉也可以 不用說每次都一個一個轉 我現在把它點一下 您會發現它要跳一個這個視窗跑出來 那您只要在這個地方去找 找到剛剛的這段影片 它預設就會幫我們轉換成MP4 有沒有 從MKV轉換成MP4 它放的位置會在鋼台相同的資料卡裡面 只是附檔裡面變得不一樣 附檔裡面變不一樣 而且呢 它預設的錄製的檔案名稱 就是以我們的時間 除非你有修正 不然就是以時間 日期時間為主 那我只要按下重新封裝一下就好了 這樣就變成MP4了 所以我現在呢 重新回到我們剛剛那邊 剛剛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多一個 你打開 就會看到 你剛剛所錄下來的影片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說您剛剛有錄製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都有裝那個播放程式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開 但是一般各位在自己電腦裡面的時候 你就是要多做一個重新封裝 重新封裝的動作 這樣才有辦法就是 在一般的電腦 用MP4的方式就可以直接播放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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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